百年树木,长青成英,生生不息,惠则世民。 从十九世纪的民间慈善组织开始,发展成为今天香港最具规模的慈善机构。 东华三院就像这棵大树,一百多年以来,不管经历多少风雨,仍然陪伴香港茁壮成长,守护每一位市民。 回顾于百年慈善事业的开端,就得从广福一词开始说起。 广福一词,原是用于安奉克死香港的先灵,后来一词逐渐变成露宿者,贫困病人弥留的集中地,环境十分恶劣,构成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 这情况凸显当时缺乏针对华人的医疗服务。 一群热心工艺的华人领袖有近几次,提议集资在一词附近兴建中医医院、赠医施药,满足当时贫困华人对中医药的需求。 终于到1870年,在当时政府支持下,香港第一间中医医院东华医院正式成立。 随后,广华医院和东华东院也相继落成,并于1931年统一管理,合称东华三院。 此后,东华三院持续发展,服务范围日益广泛,涵盖生、老、病、死、每个人生阶段所需要的服务,成为今日香港规模最大的慈善机构。 为市民提供全面多元的医疗、教育、社会福利及公共服务。 东华三院,陈医师爷对我同家人都无眉不至,我好感谢东华三院。 自1870年级,东华医院、广华医院、东华东院相继落成投入服务,并于1931年统一由一个董事局管理,合称东华三院。 在医疗方面做出长远规划和发展,随后,东华三院黄大仙医院和东华三院冯饶靖医院也陆续成立。 上世纪90年代初,东华三院已在广华医院首创妇女健康普查服务,随后更拓展至港岛区的东华东院。 本院在千禧年初也开设了多家中医临床教研中心,还与本地大学合作开展科研计划,推动中医药现代化和科学化,传承中医临床经验与医术。 东华三院仅随社会发展,由赠医施药的传统中医院,发展至今共有超过40个医疗卫生服务单位,其中包括5间医院,提供约2600张病床,并继续向弱势群体提供免费医疗服务。 每年受惠人资约有70万,同时还提供中西医疗服务、健康普查、复康、牙科等多元服务,还有自行研发保健产品等。 配合政府发展中医药的政策,近年来东华三院一方面率先发展中西医药结合治疗,另一方面又积极培育本地中医药人才,加强学术交流。 并拓展中医流动诊所,扩大中医外展服务,增设社区中医诊所、中央监医药中心等各种项目。 为市民提供能负担的专业医疗服务。 同时,通过开办东华三院北角医疗中心、电脑扫描中心、内视镜中心、 综合妇康中心、牙科中心等、引入先进技术及设备, 为市民提供更多切合需求的全新医疗选择和服务。 学校不单只教授我们书本上的知识, 更加给我们有课堂演案的见识和体验, 发展潜能,建立正确的人生观。 我将来都要贡献社会,传承东华三院的慈善精神。 东华三院的办学历史,从1880年的文武庙医学开始。 当时香港的华人儿童失学情况严重, 在东华医院董事局和华人士绅的支持和推动下, 文武庙和附近居民让出庙旁的中华书院, 用作东华三院医学的校址。 而文武庙医学更在香港教育史上写下重要的一页, 开创平民教育的先河。 直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 东华三院着手开办正规的中小学, 随后又开办幼稚园和特殊教育学校。 无论时代如何变迁, 东华三院一直秉持有教无类的精神, 课手勤、俭、俭、忠、姓的校训, 开办各类学校, 让社会不同阶层都有机会接受教育。 东华三院是全港最具规模的办学团体之一, 旗下有约六十个教育单位, 包括幼稚园、 小学、 中学、 特殊教育学校、 专上学院和教育中心。 学生人数超过两万七千名, 为香港作育英才。 为了让学生在德、智、体、群、美各方面也有全面的发展, 东华三院着重推行全人教育, 锐意为学生提供丰富的学习体验, 积极推动德育课程, 引导学生建立良好品格, 正面的态度和价值观, 鼓励学生实践关怀社会的精神, 活出积极的人生。 东华三院每年举办不同主题的外访和交流学习项目, 又与海内外学校缔结为姐妹学校, 并与内地大专院校建交结盟, 增加学生的见闻和日后升学机会。 东华三院更设立多项讲学经济化, 资助学生于本地、内地或海外升学。 同时也拨款支持学校举办多元化的课外活动, 并设有多项基金和活动奖学经, 鼓励学生参加议题活动、 社会服务和交流活动。 此外,每个学生的前置、 才能、喜好也各不相同, 东华三院竭力为有不同学习需要的同学, 提供各类有效而合适的支援, 让他们找到属于自己的天空。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 东华三院致力为香港培养人才任重道远。 中华三院竭力为香港培养人才任重道远。 我是东华三院竭力为香港培养人才任重道远。 大家都赞我, 我好开心。 年龄就是财富, 东华三院被我体会到, 老有所用, 继续活出精彩人生。 十九世纪末, 东华医院已经逐渐开展震灾、 师官赠检、 益庄及原籍归葬等工作。 每当有天灾、 人祸、 战乱, 东华三院必定出钱出力政绩灾民, 救济范围广及本地和世界各地华人。 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 东华三院已发展出正规、 系统化的社会服务。 至今, 东华三院的社会服务可谓面面俱到, 共有超过两百个社会服务单位。 为家庭、 儿童、 青少年、 长者、 残疾人士提供多元服务, 而每年服务使用人士超过四十万。 在安老服务方面, 东华三院为长者提供社区支援和院舍服务, 照顾他们各方面的需要, 让他们安享愉快而有尊严的生活。 我们也勇于破旧利新, 鼓励长者积极面对人生最后阶段, 协助长者及早安排善终计划, 并为无一的独居长者提供后世支援。 对于有需要的儿童、青少年和家庭, 东华三院会提供适当的照顾、辅导和发展机会, 提供从幼儿到成人的全人发展服务与支援。 而面对有成瘾问题的人士, 我们也有专业辅导服务协助他们重建生活。 残疾人士则需要我们的悉心照顾。 所以,东华三院为他们提供持续全面的康复训练和服务, 为他们的家庭成员提供辅导, 并同时推广社区教育, 帮助残疾人士融入社会, 推动商建工融。 为帮助弱势群体资历更生, 东华三院开办不同种类的社会企业, 让弱势群体获得各种培训和就业机会, 不仅减轻他们的经济压力, 更可以帮助他们自强不息,各展所长。 安文武苗参拜多年, 寄求一家平安,善友善务, 每年东华三院开办的抽策我都有参加, 体验传统文化。 东华三院致力提供高素质公共服务, 满足市民对传统祭祀、文化、 并仪服务及链葬设施的需要。 现时,公共服务部主要提供三大类服务, 分别为并仪和链葬服务, 庙宇和祭祀服务, 及传统文化服务, 合共管理24个服务项目。 本院每年兵仪及海葬服务的个案近2万宗, 而到访庙宇及文化单位人次逾170万。 服务所得收入均作东华三院慈善用途, 发扬遇传统与慈善的宗旨。 为进一步在社区推广祭祀文化及传统习俗, 东华三院近年积极在庙寺服务, 引入创新及现代化的元素, 将传统文化及生活文创结合, 令更多社区人士尤其年轻一辈体验其参与文化的承传。 凭借着稳固根基和完善管理, 东华三院才能茁壮成长。 作为香港慈善事业史上首个具备西方法理基础的华人慈善组织, 一百多年以来, 东华三院上下恪守善与人同的精神, 以专业裁干和敬业精神, 尽心尽力服务市民。 东华三院董事局是东华三院制定政策的最高中央组织, 董事局由执行委员会协助管制东华三院, 辖下设有多个委员会, 分别监察各方面的工作和服务。 同时,由政府官员、立法会议员、行政会议成员、 东华三院前任董事局成员组成的顾问局, 也会就东华三院和有关管理的关键事务向董事局提出意见。 行政架构方面, 由行政总监掌管行政运作, 下设十一科及一办公室, 由各主管协助管理服务及慈善事业, 确切履行机构的使命、目标及政策。 诚信为慈善机构之本, 东华三院因而定立了严谨的财务守则, 树立连结政治的形象, 实行公平公正的管理制度。 过去三十多年, 东华三院一直与香港廉政公署紧密合作, 改进防摊措施, 并优化东华三院和服务单位的工作程序, 确保善款收入用得其所。 东华三院广纳贤财, 工作团队超过一万七千人。 我们积极为员工提供多元化的培训和发展机会, 促进跨部门协作, 着力培养关怀员工的企业文化, 建立高效专业的团队, 推动机构持续发展。 信息技术日新月异, 东华三院也紧随时代脉搏, 积极开发适合的信息技术系统和应用程序, 支援各服务单位的发展。 早在九十年代初期, 东华三院在医疗信息系统发展方面已卓有成效。 其在2001年开发了本院的中医医疗信息技术, 并无私赠与香港医院管理局和其他慈善机构使用, 促进业界的服务发展, 为更多有需要的市民提供协助。 至今, 东华三院已推出超过50项不同的信息技术服务系统, 涵盖医疗、 教育、 社会服务 和内部行政管理等领域。 同时得到发展局空间数据办事处的支持, 本院透过营运地理空间实验室, 在社区推动空间数据共享平台的发展。 机构多年来的努力和成就备受肯定。 在不同领域均荣获多个重要奖项, 体现社会各界对东华三院善业的认同与支持。 东华三院坚持推行和拓展各项服务, 以帮助更多有需要的人。 因此, 每年举办多项募捐活动和捐款计划, 吸纳更多热心人士支持和捐款, 实践服务社会的承诺。 在疫症期间, 东华三院凝聚社会各界力量、 筹集物资及善款, 推出不同的社区抗议措施, 向社会提供适切及有效的职援。 而在东华三院举办过的募捐活动中, 最为人熟知的, 相信是长寿电视筹款晚会, 欢乐满东华。 为善聚乐福有尤贵, 东华三院首创, 欢乐满东华, 是香港最长寿的电视筹锋节目, 深得广大市民的支持, 善款数字履创甚高, 贵责社群。 此外, 能通过不同渠道踊跃捐款, 各项募捐活动的直接开销, 全部由董事局及冠名赞助人赞助, 不会从公众善款中扣出行政费用, 善款全受用于东华三院的服务, 让市民捐赠的美分美好, 发挥出最大效用。 东华三院是见证着香港历史的发展, 而且一直以来它是担当着 民物保育先祷者和守护者的角色, 也都肩负起文化成全和推广的责任。 东华三院作为历史最悠久, 规模最大的慈善机构, 其独特的历史反映香港的发展历程, 也刻画出东华三院 在联系世界华人方面担当的特殊角色。 多年来,本院致力保存、 整理和研究机构历史。 历年来,东华三院也根据不同的需要 修复辖下的历史建筑, 保护建筑文物。 早在1970年, 东华三院为庆祝成立100周年, 将旧广华医院大堂, 设为东华三院文物馆, 并于1993年开放公市民参观。 2010年, 东华三院成立档案及历史文化办公室, 负责管理东华三院文物馆 和东华三院合超辖档案及文物中心, 推广文物保护工作, 并提供文化服务, 竭力保护、开发和分享东华三院的历史文化。 而为了多方面开展传承工作, 东华三院近年先后推出多项重要的文物保护计划和公共教育项目, 推出珍藏、分享东华三院文物馆档案网站, 将东华三院的历史文化资产与社会大众分享。 东华三院也有举办与历史有关的大型专题展览及讲座, 让大众进一步了解本院在香港历史及慈善事业上担当的角色。 东华三院组织属校学生参加本地考察、海外参访团, 参与文物修复等各项活动, 将历史文化和慈善精神传承给下一代。 东华三院会继续与时俱进, 开创多元而优质的服务, 使更多有需要的人受惠。 医疗服务方面, 东华三院会继续提供免费医疗服务, 推动医院服务发展, 优化医疗设施, 提升诊断及医疗服务素质, 拓展综合复康服务, 又成立新型医疗中心, 加强专科服务, 乳癌筛检服务, 大肠癌筛查服务及牙科服务等, 又会继续安排到校流感疫苗注射, 及响应政府呼吁, 推动2019冠状病毒病疫苗接种计划等。 积极向市民推广预防剩余治疗的健康讯息, 为进一步拓展社区中医服务, 本院会继续培训中医人才, 扩充中医流动诊所车队, 推动中医药的长远发展, 也会继续推动及支持广华医院重建计划。 在教育方面, 东华三院将会致力提升教育服务水平, 属下超过30间幼稚园及幼儿园, 均已参与免费优质幼稚园教育计划, 提供更优质的幼儿教育, 多间新校舍也相继落成, 营造全人发展的校园。 又会进行多项校舍及设施优化与更新工程, 为学生提供良好的学校环境, 并会运用高新科技, 积极提升教学硬件和支援, 激发学生的潜能, 加强教学成效。 另外, 东华学院也继续发展更多新课程, 配合社会发展需要。 东华三院将继续举办不同主题, 多元化的学生参访交流项目, 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也会资助学生到境外升学, 阔阔眼界。 社会服务方面, 东华三院会继续满足不同人士所需, 加强全方位服务, 为年轻长者、 青少年、 家长等不同群体, 提供合适的全新服务, 并继续引入创新科技, 更切合服务使用者的需求, 提升服务成效。 东华三院也积极善用艺术, 运动等媒介, 提高残障人士的康复成效。 鼓励不同能力的人士互相协作, 彼此欣赏, 推动共融。 东华三院也会继续发展社会创新服务, 来回应社会问题。 新建籍营运过渡性房屋项目, 也会拓展社会企业, 助弱势社群就业, 让不同人士互相了解、 学习, 创建一个更融合美好的社会。 一如既往, 东华三院会继续开展不同的募捐项目, 添加新元素和概念, 凝聚广大市民的爱心和善心, 为各服务项目目击善款。 善业风貌, 福泽社群。 东华三院这一棵百年大树, 扎根一方土地, 造福千家万户。 无论未来如何变迁, 东华三院都会继续坚守信念, 旧病整危, 安老富康, 心学育才, 福幼岛青。 迈向未来, 东华三院会继续以社会福祉为衣归, 凝聚广大市民的爱心和善心, 一同携手帮福弱势群体。 超过一百五十年来, 东华三院结成为香港市民服务, 同舟共期, 互相扶持。 作为新一届主席, 我深深感受到任重道远。 我承诺会带领团队全力以赴, 尽心尽力, 服务社群, 传承东华三院的慈善精神。 希望大家继续支持东华三院, 跟我们一起形象每一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和声统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